布林肯呢来到了大陆 好不容易呢是来到大陆并且呢展开了一个会谈 但是你可以看到6月18、19 布林肯访华 但是6月16号 美国的核潜艇却是 携带了154枚导弹 那么就在布林肯访华的前两天 这是美方的核潜舰 密西根号抵达南韩的釜山军港 那么在这个部分是搭载154枚的巡航导弹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突然到访这时隔6年之后再一次的访韩 这个时间点在这个访韩期间 当然双方也展开了这个海上联合军演 为什么有这样的动作呢 我们请教大陈哥 对其实我们观察这个地缘政治上 很多潜在的冲突热点 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冲突热点 之所以没有爆发冲突或战争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一直维持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这个军事只要能够持续的维系下去的话 那么这些所谓的冲突热点 在短时间之内要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 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一直不断的在挑动每一个潜在的冲突的热点 那么最早就是我们看到的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当时就是一个动态的军事 一个动态的平衡 那么短时间之内不会爆发战争 但是当俄罗斯做出片面的 这个乌克兰做出片面的要求 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就必须被动的做出回应 所以这个潜在的热点就爆发了战争 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美国 一直不断的在操弄两岸关系 不断的在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恐怕是难以容忍的 其实美国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已经掏空很久了 但是中国大陆这是第一次这么明确的 跟美国把话摊开来讲 也就是告诉美国说 你要就回到一个中国当时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刚才大使说的 是经过双方外交程序所完成的三公报 你不能够加了这么多 添油加料加在里头 这到底是你有什么资格在里头 加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因素在里头 那么中国大陆一旦提出了 这么强烈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某种程度来说就要看美国怎么回应 那么如果美国持续的在继续的做 这个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这种工作 那么最终美国就等于是在原本维持一个均衡的 一个这个动态平衡的台海情势里头 丢下一颗又一颗的炸弹 就美丢下一颗石头就会引起一圈连影 去年我们看到了Pelosi来台 我们就没有了海峡中线 我们也几乎没有了领空领海 然后接下来如果美国持续的在这个 这个台湾海峡丢石头 那最终的结果就会造成台湾海峡 台海原本的这个军事做出非常巨大的改变 也就是你逼着中国大陆不得不做回应了 那台湾就莫名其妙的变成牺牲者了 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那南北韩的情况也是如此 就是尹锡越虽然认为说 他要提出这个相对的 美国应该要给他一些核承诺 那么甚至要这个配合南韩 做出一些这个防御性的改变 可是尹锡越跟南韩政府 没有想清楚一件事 就是南北韩其实也是维持 一个动态的平衡的 就是现阶段虽然你看北韩 三不五十做个核四报 丢个这个四射几枚导弹 但是至少南北韩的这个 稳定的情势还是存在的 但是当尹锡越做出了这样的要求 然后美国当然没有完全的满足 他变相的给了他这个 这个核子保护伞 那么然后要派这个核潜舰到南韩 这就等于美国跟尹锡越 在南北韩的原本动态平衡的 这个水面上丢了一颗石头 那接下来你就要看 北韩要怎么回应 那北韩的回应 北韩恐怕不是一个 相较于俄罗斯 或相较于北京政府 它是一个更难预测的政府 他是完全是看这个 这个金小胖的个人好物 来做最后的决定 如果金小胖一时冲动 就像当时金允正可以 一下就把南北韩的 当时的这个联合办公大楼给炸掉了 他都可以做出这样的事 所以我不懂的 就是南韩的尹锡越 做出这样的要求的 思考逻辑到底在哪里 就你究竟是要追求 朝鲜半岛的和平 还是要造成朝鲜半岛 原本的动态平衡的 这个军事被打破 然后导致到双方 要各自采取行动 要达到另外一次的平衡 所以这个坦白说 其实尹锡越跟美国的 这样的动作 对于朝鲜半岛的帮助 其实并不大 你说对于北京政府 有没有什么威胁 说实话 北京政府不会在乎 你那一艘核子动力前接 或者是你这个 上面有多少枚 这个巡航导弹 因为你在南韩 跟你在日本差别不大 但是真正会在意的 不是北京政府而已 真正会在意的是北韩 所以我不了解 接下来北韩会 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美国不断地 在打破这些地缘冲突热点 地缘政治冲突热点的 这个平衡态势 事实上对世界的和平 跟稳定是没有帮助的 是 大家都希望 往和平发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不断了 那么现在韩媒也报导 就表示说韩国最好 应该尽快修复 跟大陆关系 而且最好就是在 今年年底前 那么针对布林肯知识 访问大陆在客共发言人 佩斯科菲表示说 大陆的行驶 跟其他国家建构关系 的主权权利 那么也相信 中方跟他国建议这种关系 永远不会针对我们国家 其他事 对 因为这个美国去中国大陆 就这个是布林肯去 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记者去访问俄罗斯 那就是俄罗斯 他的这个中 克东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就说 因为问你说 就是说你们跟中国 现在不是好朋友吗 那现在你看美国的 终于跟中国大陆破冰了 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对没有 而且还要谈俄乌战争 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 不舒服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 在背后戳你呢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表示 他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事实上建立在高度的 信任基础上 所以信任很重要 信任很重要 所以他说他没有任何 任何的这个怀疑 或者恐惧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事实上的话 在俄乌战争 尤其这个发生以后 事实上中国大陆 虽然没有照美国 一直指控的 就是说提供 所谓致命武器给俄罗斯 这一次这个 布林肯在中国大陆访问以后 记者会里面 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个布林肯在大陆 这个跟这个大陆的首长 谈完以后的记者会里面 记者就问他说 你们有没有跟谈俄罗斯问题 有没有谈到 你们认为 中国大陆会提供这些 致命武器给俄罗斯问题 这个布林肯谈到非常清楚 他说他是有谈 不过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就是中国大陆 有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 不过他说 倒是有一些中国个别的厂商 那么提供了一些产品给俄罗斯 那么很可能会被运用到 军事武器上面作为设备的 他说是有这种事情 那不过目前俄罗斯 美国没有任何情报证明 所以这个部分是美国 一直都非常关切的 可是中国大陆 虽然没有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一开始 就是说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他中国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他也已经有表示说 他愿意来当这个 愿意做调人 而且他绝对不加油拱火 他也反对任何国家 一直给乌克兰武器 他认为这个东西 其实是加剧 这个拖延战争的进行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立场很强 可是中国大陆 事实上各位 你记得习近平 在二十大结束以后 那么事实上 他第一个出访的这个 国家是俄罗斯 特别到了莫斯科一趟 接着中国大陆新任的 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 也在他接任以后 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俄罗斯 所以事实上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只是说没有提供 致命性武器给中国大陆 其他方面都很多 而且俄罗斯 现在接受中国 采购它的能源的时候 已经在接受 这个人民币了 那就不要再透过美金了 所以俄罗斯现在 就是这个一年多战争打下来 因为比如说汽车厂 德国的很多退出了 还有很多工业产品的 就西方原来靠这个欧洲进口的 它都撤厂了 所以现在去填补这些部分的 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些产业 所以呢 现在在俄罗斯听说 这些工业产品 都是中国大陆的 那美国的Apple也不卖了 韩国的这个Samsung也不卖了 那用什么 用中国的小米 用中国的华为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出来 佩斯科夫讲的 其实中国大陆 是跟俄罗斯关系是很紧密的 是 而且他们也是互相信任 所以他也不担心 对